周新刀 沒一把尼 但我沒有很多刀 好像經劇插著旗 哪有人罵 我們不罵人已經很好 去到警署派氣水打贏 我是流眼淚 因為我見到他們都很年輕 我自己來 拜拜了 說不出話了 我自己真的都要流眼淚 二點零距離 我是金陵 是一位電影工作者 做警察 是跟初初我們發給你們的報告 並沒有什麼改變 一位詩儀 三十多年前 他很莊嚴 歌手 我是陳欣賢 我是陳欣賢 其實菲律普老師你到了74年 那宗案之後都破了很多大案 為什麼後來有什麼原因 令你離開警隊從事演藝學業 這個回到我的說不空性格 水瓶座性格 你應該都認識水瓶座的朋友 是的 不安於失 我做任何人 我數一下 三年左右 我就想轉了 我覺得我已經看足了 警察部 因為你可能升得太快了 你去到一個你沒辦法再突破的位置 你是第一個講穿了我的心態 因為我做了十一年警官 我除了未做政治部 未曾做過交通部 什麼都做過 我已經最刺激的做過了 最平淡的做過了 幾間大案我也做過了 在香港經歷過兩個暴亂 我覺得我要看的東西都差不多是 每一個人去到三十歲左右 你都有一個對自己的未來是一個思考 你怎樣去計劃自己的未來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是第一份工作 就是最後一份工作 所以我跟年輕人說不要緊 你先做著第一份工作 你會慢慢有一個指引給你 上天的指引 你會發覺到你有機會轉工 做一些更加器官 我就是有機會 就是因為蕭芳芳找我 蕭芳芳是香港一個很出名的 是我的二時的朋友 十幾歲一起認識 他找我幫她做電影的資料搜索 當然是有關警費片 那都是跟警察有關的 是警察有關的 是說那個年代的 香港和荷蘭之間的毒品的交易 那我就有這個資料 那我就幫她寫 怎知道寫著寫著寫上癮 那她就說你不如做完 那我就好 以為可以拍戲 我就問警務署長申請 警務署長是瘋子 在做警司做電影 後來我心裡很不分 我一向都喜歡音樂 我喜歡電影 後來我就拿了四個月的假 因為我有四年沒有放過假 一年有一個月的假期 我很勤力四年沒有放過 四個月剛剛就拍一部戲 拍完一部戲呢 怎知道這部戲很賣線 叫做跳灰 有個歌叫《大象夫》 有個叫《問我》 有三天就賣了八萬一九七六年 那首歌也是你唱的 不是 我唱的 那首歌是我去負責 負責 我去編劇 我去學 什麼都學 雖然我已經出來做了一件事很久 我都不是練習不細 但我是做助理的 是跟著導演去學剪接 學配音 學配音樂 各方面的東西都學 反而是喜歡了電影 作為一個助理 一個警司級的助理 其實都挺難得到的 唯一好處就是 揹著槍 有人這樣罵我 包括了黃瞻 有個委屈 是的 黃瞻寫問我的歌 《大象夫》 《大象夫》 《大象夫》的歌詞 最初不是這樣的 很咳嗽的 我跟黃瞻 他是我喇沙的學長 我當他是平輩的 我沒有人敢叫他改歌詞 你覺得不滿意 我覺得不滿意 有沒有頭髮槍上去 導演都覺得不滿意 我就去 我忘記自己抬著槍 看到他臉青唇白 我說James 我叫James James 改一改吧 因為這首歌我們想大家能夠一群男子漢 一起去唱那種 好像我們小時候看一些 好像看Casablanca裡面的 唱法國國歌 然後就有一點不滿意 又不敢發作 然後他晚上就fax 傳真了給我 沒有那些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黃瞻寫問他 你這個死仔包 你把槍放上來 我想罵你也不行 他已經是粗口爛舌 他想罵我 然後又不好意思 這就是做過警察的好處 所以作品在一把槍的壓力之下產生 於是這首是劉家槍作曲 和黃尖田時的大丈夫 就是每隻人口 到現在也有很多 都被人用在電影 電視 其實剛才菲律賓老師提到你是垃圾畢業的 都有很多師兄師姐或師弟師妹 其實看回去年開始 我都見到很多例如垃圾藍伯 一些比較優質的學府的學生 他們都走出的雞頭 都手牽手 那你作為一位曾經的師兄 你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你的師弟師妹的 這樣一個情況 你又有怎樣的感觸呢 首先在一個主觀方面來說 我們當時學到的是甚麼呢 垃圾比多我們是甚麼呢 我們學到甚麼叫善 甚麼叫惡 尤其是他是天主教學校 所以真善美 是一個學校很重要的 一個宗旨來的 教的同學 而垃圾因為是男校 我們就多了一件事 我們有一個叫做主持正義 和那個兄弟情 我們走出來到現在垃圾都是 一見到專師重道見到師兄 早了一個月就叫師兄 我們很多時候會是 我是做總副班長的 總班長是蘇澤剛 蘇澤剛很明顯 人家讀書讀得很厲害 所以他做了總班長 我是副總班長 因為我是誰欺負人 我是去動手的 因為我是學西洋拳和詠春 我覺得很有趣的 當然不是都是教訓一下 還有有時候抓到他去校長 讓他給學校長去分析 但我覺得 當時我出來是一種正義感 我們知道甚麼叫真善美 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個良心 是怎樣去做一個人 現在如果有些他們 我想都是教育出了問題 變成有一些 一些不正確的觀念 一些觀念入了他那裏 年輕人是不知道的 你說甚麼他就先相信 尤其是一路去到 Form 2 Form 3 即是初中那時 他們真是好像一個海綿 吸收很多東西 他們有了一種見解的時候 他們以為自己是做得對的 但是也有很輕盈 很多都是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想說大部份都不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在前幾個月 我們喇沙有一班舊生 在洪水上 在洪水上我們放了一個廣告 本事同甘生 雙之何泰吉 其實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要珍惜香港人的一切 和我們珍惜我們身邊的人 為甚麼要家庭撕裂 為甚麼要朋友翻臉 為甚麼要一定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們覺得這個社會不是這樣的 這些是不文明的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 無論大家說黃 藍 其實大家都是香港人 可能大家更喜歡的是綠色 是和平的色 是 哪裏是對的 我們會不會走出來 今時今日見到有些學生 有些年輕人 有些我們香港的市民 是做錯了的 那我就要走出來說 應該另外一個故事是怎樣 我覺得是這個 我有很多好好的朋友 我不會說他是黃色 因為他都不是黃色 其實他只不過是為反對那邊 但我們又能夠相處到 我們又能夠尊重對方的政見 但我們大家都是愛好和平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這次的反山女風波之前 我們都是大家一起和桌吃飯 一起聊天 一起為了香港的建設而努力 所以我覺得 剛才菲利布老師說的一句很好 我們站在正義一方面 希望令到有些被截收錯誤的訊息 或者電視畫面灌輸錯誤的資訊 希望令到大家明白這件事 我覺得有一點都很重要 就是因為菲利布老師 自己真的心態力行 走了去內地 在內地生活的頗長一段時間 無論北京 廣州 其實你對祖國的認知 是用你的實際行動去體型 所以你有話事權 七幾年 那時候我和我的現在的太太 回到上海看她的爸爸 我們拿了一支美國煙回去 她爸爸拿著一支美國煙哭 她很久沒吃過美國煙 那些親戚朋友來酒店那裡 因為家裡是沒有熱水了 因為我的太太上海 我媽媽來幫她 那時候是七幾 然後到90年左右我回去工作 我慢慢看著祖國那個開放之後 它那種的 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當然也包括法治 因為這麼大的地方 你不進去怎麼知道有多大呢 但是當你看到很多的城市 比較上在教育 在很多方面能夠控制到城市 一直在進步 我看到中國一直在邁向一個很光明的年代 如果不是 美國也不用現在這麼針對我們中國 就因為它做得很好 我覺得是 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而我是住過北京 我是住過上海 我是住過廣州 我是住過深圳 我不敢說裡面全部的體驗都是好的 我甚至做生意也被人騙過 幫人騙過的都是香港人 不要罵內地人 但我認為其實內地是越來越好的 人民的生活真的是小康 很多香港人是不知道 他不回去 他不了解 而是一枝半解地被人去誤導了 這是很可惜的 我只是用可惜的 所以我很希望除了教育 第二就是給多些機會 我們年代的人回去內地 看看其實已經是怎樣 其實已經接軌了 你說廣州、上海、北京 根本就和我們 我和你坐在那裏 一樣的 甚至乎在很多方面 比如說在國際的視野 或者是在文化的深厚那方面 有很多年輕人是好我們香港的 因為他不是把時間花在 那些被人誤導的政治意識上 而是真的很有興趣去追求 自己的正確知識 文化方面的東西 或者自己喜歡的科學上的東西 很多謝菲利布老師 所有聽到我們節目 或者看到我們節目的年輕人 都希望你們真的可以買出一部 百聞不如一見 你自己親身體驗過才有話事 還有我們希望每一個 我們內地的大家的同胞 有機會去給到一個香港的人 無論他多少歲 能夠給他看到我們真正的中國 什麼叫真正的中國現代的發展 還有幫他們 讓他們能夠重新 張開他的眼睛 看清楚 清清楚楚 不要被人家誤導 說得非常之好 最後菲利布老師 我們有一個不情之情 你十幾歲已經夾樂隊 唱歌唱得這麼好 雖然今次我們 沒有樂隊 沒有樂隊 我可以幫你扮一下樂隊 如果請你唱一首歌 送給今時今日的香港 或者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你會送一首什麼歌給他們 很容易想到 就是我第一部電影 能夠給我機會 晉身我最喜歡的行業 就是電影和音樂 那部戲叫跳飛 插曲叫做問我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 問我悲哭聲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一日 去數清楚 問我點 問我是黎小田先生作曲 黃占先生填詞 唱的是陳麗絲 不是蕭芳芳 很多人都會問 因為戲裡面是蕭芳芳 但其實是他代蕭芳芳唱的 陳麗絲小姐 我現在在加拿大 嫁給何守信 我開用那首歌 來代表了我自己一個人生 我自己怎樣看自己 太好了這首歌 問我前奏想不想要Bang對待 OK 你哼唱一下 好了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 問我悲哭聲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一日 去數清楚 問我為何會高興 究竟為何會苦楚 我笑著回答 說一聲 我是我 無論我有百般對 或者千半錯 全心去承受結果 我 面對世界一切 或者會如何 全心保存 身體 你和我 我 我相信配上畫面 我都想眼塞塞的感覺 已經出來了 所以很感謝菲利普老師 從港英時代 一直到我們回歸二十多年 很感謝你的訪問 很感謝菲利普老師 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熱演靈 他們可以坐下來 無論是內地的朋友 還是香港的朋友 深入了解 這一段 香港人見證的歷史 最後一次多謝菲利普老師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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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